責任有點不同 如果我晚上晚上睡覺 近這兩個月晚上十一時多 十二時前睡著了 八時多就起床了 因為是為了女兒 因為女兒是十一時多時睡覺 她也是晚上睡覺 有時候我還早睡了她 因為大家一起上床 她要大家一起睡覺 她又要玩一會 她在床上玩很久 關燈後她又說話 又問你這些 又遭避屎 又問你拿紙巾 然後走來疼你的嘴 直到被人罵她才肯停下來 早上早起床 因為她起床的時候 通常我們的工作沒有那麼早開始 通常是中午打後才開始 早上她起床之後陪她玩 吃午餐 直到她上學 然後我就去工作 Jason口說討厭 又說搞這搞老 其實很明顯看到 作為爸爸 看到女兒又這麼有趣 其實很開心 我討厭她的行為 我不討厭她的人 哈哈哈哈 我想說 剛才問原來疫情沒有怎麼改變你的生活模式 反而從來都是女兒 令你的生活模式有改變 聽聞這種睡眠的時間模式改變 只是你和太太都同步改變 只不過就變成一個情況 你就變成早睡一點 是不是變成太太就要夜睡一點 去負責第二天的一些不同的行程 其實不是的 因為我早睡一點 早點起床 我都是除了一天 我都是去到晚上11點才睡 但是我太太就喜歡一些夜晚獨處的時光 哦!me time 對 因為她就少一些 說經常都要出去工作的時候 當然她有她自己的工作 但是那個需求是沒有我的工作那麼大 她甚至乎可以帶女兒回辦公室 女兒在辦公室玩 她就要開會開會 要做些什麼就做些什麼都可以 所以她就很享受 女兒睡了 她可以自己按一下電話 看看劇集的時候 所以她就晚上睡一點 她就和女兒睡了之後 她就通常都會起床 就出去看劇集 哄了一個小小的睡了 對 自己就有一陣子me time 那天早上她就可以睡了一點 因為我已經起床了 我就看著女兒直到我要上班 或者她要上學為止 所以我們的合作就是這樣 Jason就說女兒睡前就知道 我一陣子 但是我想說 剛才在off mic之前 也和阿琳聊了一會兒 我女兒現在說話越來越聰明 越來越聰明 是否隨著她回M班之後 可能遇到多些新的朋友 語言能力都忽然大躍進 我覺得在M班裡面 她的語言應該是最高 應該是最高 感覺好像是 感覺好像是 你覺得是遺傳至誰 還是從哪裡學回來 如果有遺傳的話 也是遺傳我們 我和Lian都是喜歡說話的人 但是在家裡我們和她的溝通 不過不是 我覺得這些都是天生的 真的是天生的 我相信各個父母 都會和她的子女溝通 即使是小時候 看看子女肯不肯說多少 阿琳就真的很肯說 說很多 她經常都說到她自己也不懂怎麼說 但是都嘗試去說 就比手畫腳 對 又做一些動作 噗 她想形容一些東西 我忘記她形容什麼 好有趣 她形容貓跳得很高的時候 她自己跳跳這麼高 好有趣 現在動作又要用力一點 很用力 她慢慢坐這些詞會 就越來越懂得說話 對 而且很搞笑 她永遠做了這些 你所說的事情 她第一個反應就是 不是不是不是 為什麼 我什麼什麼 有些原因 對 成為一個做什麼 就算是弄壞的灰 阿琳你在做什麼 不是啊 這個不是 起碼再重複六七次 然後再說為什麼 好有趣 好搞笑 不知不覺養成了一種 我們大人就可能稱之為推卸站 忽然間好像什麼都不關自己的事 總之不關我 對 灑灑零頭 對 總之她不是錯 她想告訴你 她不是你想著她這麼沒有原因 地躺在地上點的 對 不是吧 雖然地上骯髒 她知道 但她點是因為 對 真的很有趣 我覺得很有趣 真的很有趣 Ebby現在都讀了N班 讀了N班 其實是不是都見證著她 在 記不記得當初 送她回N班的時候 記得 我作為父母 一定會經歷 就是要 生日死別 和自己小朋友分隔幾個小時 是 那一刻 我又不捨得她 她又不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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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放下她 頭兩三個星期 你每一次想放下她的時候 她都是哭的 然後 有一天 突然之間 她超風騷地上學 進去學校門口 已經欺負這個欺負那個 欺負那個 欺負多久 我想一個月 然後自己去老師 拿著書包 跟爸爸拜拜 那樣的 今天我直接告訴媽媽 媽媽說 明天帶她回去試試 明天又不是這樣 明天又哭著 一時一仰 現在就很厲害 因為現在就算她哭 她也會給老師抱 之前是死捉著你 不放 那些打颱風都拿著 現在是她照樣放手 但她照樣哭 這樣 在疫情期間 跟Abby找一些節目做 或者找不同的東西去玩 嚴格尚是不是也成為了 在這段時間裡 對於你和你太太最大的挑戰 又不是 我不是說 那些經常都要做一些很新鮮的事情 當然 你可以說 小朋友 你當然是讓她接觸多些 讓她 大自然 對 總之她接觸多些的時候 她就會學習多些的東西 但我覺得 又不一定是這樣 你知道我都是喜歡自己 有自己的一套 首先第一 當然要配合大人的行程 如果我們 在無能力情況下 弄得很吃力 為了跟她去這裏去那裏 而她又做到 沒有心機 狀態有 對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這些氣氛 她都一樣可以拿到 另外一件事 我覺得 好像現在的小朋友 如果她接觸得超級多東西 你帶她去看超級多東西 你帶她去的士尼樂園 是不是不能說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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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會覺得 嘩 就是這樣 她都開心 她當然是開心 但是 反應 不會是 就算以前 我們可能會覺得 以前我們 撿著兩塊石仔 都在玩一整天 現在的小朋友好像比較難 她有很多玩具 她有很多玩具 她要做這樣做那樣 反而我現在這個模式 某程度上 媽媽當然會計劃 她們出去玩的時候 又或者一些大大的節目 但是在家裡的時候 我反而會鼓勵她 學會怎樣去做同一件事 重複同一些動作 但是依然可以 找到樂趣 這樣才能發展到 她對東西的專注力和興趣 是 爸爸說 女兒現在牙尖咀來了 偶爾又會 哄人 回到學校 這個是我的好朋友 這些很有趣 爸爸我怕你會離開 這樣說嗎 對 你那一刻就馬上 對 那一刻我出去拿指揚 幫他剪指甲 我應該是想你 不是的 她不怕 她晚上特意找些東西 叫你 她不想睡覺 突然間夜晚 她又告訴你 我要剪指甲 我們出去拿指甲鉗 因為喜歡和爸爸相處 最好笑的是 昨晚 有時罰她 罰她 罰她坐 我就抓她去她自己的房間 總之坐在椅子上 因為做錯某些東西 對 我告訴她坐了什麼 然後叫她坐在那裡 不准動 我又會陪她一會兒 我又會特意走開一會兒 看看她是否動動 她真的不動 昨天她是想離開房間 說我們過去坐 我們過去佛坐 什麼招數都出來了 她連坐也不介意 總之你陪我便可以了 總之你離開房間 總之你去玩 玩不行 那就去坐吧 我們去佛坐 瘋了 人都瘋了 我覺得有點小聰明 對 跟人家溝通 她好像很快 可以找到方法 令自己有更好的待遇 對 很厲害 罰都不要緊 我坐吧 她有這種小聰明 對 總之不想在房間裡睡覺 對 Jason就說她牙尖喜歡她 我覺得她不單止 因為最近我見到 Jason就寫了她的學生照片 看到她的樣子 對比之前大雅女上來我們電台宣傳的時候 當然已經事隔了好一段時間 但是看到她的樣子 變得很快 很不一樣 甚至表情上都越來越多 嗯 也是 她有很多表情 她又喜歡 她又喜歡演戲 我發覺 我覺得她有演戲細胞 也有些 她又會假裝笑 假裝慘 假裝慘 假裝慘是經常成的 假裝哭 假裝哭是最多的 你看得出她是真的哭 其實她很少真的哭 不是太多時候是真的哭 看穿了她 她哭到九成都是因為 她知道她哭的時候 她會得到你的呵護 或者更好的待遇 對 對 因為我叫她不准哭 她說不要扭計 她馬上停 馬上停 適時無者 適時無者 適時看人家的眼睛